BRAVO 音乐特条 无法想象 对 他有点爵士钢琴 对 跟摇滚 你最擅长的嘛 对 好 其实呢 我们每一次呢 有些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呢 Kevin都希望呢 也可以跟他们来 分享很多他们自己的故事啊 他们自己的音乐 有时候呢 我们也想来尝试一下 这些音乐人 他们的这个 平常的生活到底在做什么 那我们刚刚也知道 严爵好像对于爵士的历史 还蛮有研究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玩个小游戏 考验一下 这严爵你对爵士的一个认识 哦 好啊 这个答对 全部答对有奖品的 嗯 有没有信心 对于爵士的问题 还蛮有信心的 还蛮有信心的 还蛮有信心的是不是 好 那我本来是有一些这个 还发 就是有变成选择题啦 我看现在应该是不需要了 凭你的这个功力 有选择还是 还是给我选择的 对 在on air 蛮丢脸的 不过都跟你的歌曲有一些些关系啦 好 像你这一次呢 在这专题当中的这个李唐纳 就是采用了Charlie Parker的作品嘛 是 讲到Charlie Parker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绰号 嗯 嗯 请问他的绰号叫什么 人称Charlie Parker 叫做 Charlie Bird Parker Charlie Bird Parker Charlie Bird Parker 对 嗯 据说这有一个由来耶 你知道这个由来是什么吗 嗯 有很多种说法 对 一个就是他很爱吃炸鸡 嗯 不知道你上面有没有这样的选择 嗯 没有啊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吹的方式 对 Bird呢 他的那个时候的吹法 嗯 不管是阴阶也好 他可以吹得比别人高 就像鸟可以飞比较高 嗯 而且吹得比别人快 对 所以又高又快 所以叫他Bird 好 我这里看到一个更有趣的说法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可能现在后世很多人 喜欢这种揣测 对不对 就是人称菜鸟的这个Charlie Parker Yard Bird 也有人这样说他嘛 嗯 他说是因为他有一天 有一天去赶场的时候啊 路上不小心压死了一只鸡 啊 然后他就坚持说要司机停车 然后把那只鸡捡回家 然后来煮来当晚餐 所以呢 就被他们团圆说 这个举动太可笑了 所以就把这个Bird 当作他的外号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有听老师很久以前说过 好像这样的说法 当然会印象更深刻 对不对 好 这个Charlie Parker 人称是Yard Bird的菜鸟 好 恭喜你答了第一题 第二题 嗯 好 这跟这个 跟你的上一张专辑的一首歌 很有关系 就是爱就是咖喱 我们都知道就是 爱灵顿公爵的一首经典 不过呢 这首歌好像 作曲的人 并不是爱灵顿公爵 嗯 对 你知道正确答案 他的 这首歌的原作者是谁吗 呃 West Montgomery West Montgomery 是 是吗 我看到这首名曲 好像是他的一个搭档 有没有印象 B开头的搭档 Billy什么 Billy Holiday 这首歌也不会啊 不是不是 我是年代也差很多 叫做 Billy Strayhorn 比历史崔鸿 哦 这Strayhorn的作品 对 这我倒是不知道 然后Tek the A-Train 其实是这个Billy Strayhorn的作品 然后呢 就是当时他所谱写的 然后呢 给爱灵顿公爵 后来变成了一个 非常知名的名曲 但是其实好像 呃 大家都已经忘记 有这样一号的人物存在了 对 好像这有点难对不对 对有点难 反正很多爵士歌曲都像这样 好 这谁跳过 请问一下Tek the A-Train 的A-Train代表什么 A-Train是 当时是纽约的一个 MAT 不是吗 就是他们要坐的一个电车 对对对 这个Tek the A-Train 的A-Train 就是纽约市的A线地铁 A Subway 好第二题 算你答对了好不好 哈哈哈 再来第三题呢 这个跟爵士乐很有关系哦 Miles Davis 嗯 嗯 这个人有 这个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 大家有听过他很多的作品吧 有有有 对 Miles Davis呢 在黑人乐坛的影响力 无远佛界 像是他的Cind of Blue 也是至今销售最好的爵士专辑嘛 是 所以呢 Miles Davis 有人称他一个绰号 给你选择题 好 第一题 第一个选择叫做 黑暗骑士 第二个选择叫做 中文绰号 对 就是你可以翻成英文嘛 第二个选择叫做 黑暗王子 第三个选择叫做 黑暗小丑 嗯 请选择 黑暗王子 对 有听过这样的绰号吗 Cind of Darkness 对 这也是这个Miles Davis 影响无远佛界 因为他在黑人乐坛 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绰号 好 恭喜你三题都答对了 不愧是这个有念爵士的人 有 第二题也算我答对 对啊对啊 你还蛮大方的 两题半嘛 这个四水五入三达的 好 不过呢这个最终呢 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 新专辑 不孤独 好像最近呢有一些跟 歌迷们会面的一些机会 对不对 对 六月四号星期六下午三点钟在台北彩虹3C广场有签唱会 嗯 隔天六月五号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在高雄星光三月三多点 嗯 那天晚上六点半在台中广山搜狗都有签唱会 哦北中南都有这个相关的签唱会活动 那详细的讯息大家可以上哪里查了呢 呃我的脸书 嗯 Face 呃不是不是不是 决士人生 但那个是是方式的是 是 然后我 呃还有一个第一场个人的售票演唱会 哦 在TICC 对 8月27号 所以还有一阵子了 嗯嗯嗯 这个现在还没开始开卖吧 还没有 对到时候有这个相关的售票讯息 Kevin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 嗯 好我们刚才也有说呢 有准备了礼物要送给炎绝 今天准备什么礼物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下个礼拜就是什么 端午节 嗯 端午节要吃什么 粽子 对 我们知道炎绝在这个通告期间嘛 所以不能吃这个 太热量太高的粽子 所以我们准备的就是小的 冰粽 就是要祝福我们的炎绝 这次的金曲奖 必粽 哦 谢谢谢谢 是不是 最有这个冰粽 祝福你这个 可以拿到这个奖项 同时也需要你的专辑必重 可以呢 获得大家喜爱 而且有销售量呢 再创新高 谢谢 那也恭喜炎绝发起了新专辑 也请所有听众朋友 一定要多多支持炎绝咯 谢谢炎绝 手柄还是蛋柄 还是你要送柄柄 上鲜香蜂蜜 让香气弥漫空隙 Fanchespa Agatiti 几片Rose Mary 沙滴 黑胡椒里 就像到了意大利 因为 拥有全世界 你是全世界 无法想像昨天 没有你或今天 没有你或明天 没有你 我在你的眼睛 看见我爱你的眼睛 我需要你 胜过我自己 远远超过我的想像你 直觉或是错觉 或是不知不觉 改变我的威脸 我有你就好陶醉 你公觉还是后觉 拨觉哪觉自觉 我拼你的感觉 感觉我的日夜幻觉 你不是幻觉 你爱得很绝 你爱得很绝 什么我都愿意 只要你说愿意 只跟我在一起 一起背到外星球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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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人都有梦游 别人说出发的 米水不足了 无法 世界 末日来 只怕未来 你不再 无法想像 昨天没有你或今天 没有你或明天 没有你 我在你的眼睛 看见我爱你的眼睛 我需要你 胜过我自己 以后依旧一直 无法想象 昨天没有你或今天 没有你或明天 没有你 我在你的眼睛 看见我爱你的眼睛 我需要你 我需要自己有你 有你 有我 毕业 毕业 我需要你 演绝当中 凯文自己很喜欢你的首歌 无法想象 也推荐给大家 演绝的剧张 不孤独专辑 今天非常感谢 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 接下来呢 是三天的廉价了 祝福大家 端午假节愉快 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享受 这三天的假期哦 也别忘了 这个下个礼拜一 虽然是端午假节了 不过凯文还是会在空中 继续陪伴大家 在空中吃粽子 听好音乐哦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